看来是你找我 杀了我们的人 当然要找你 这是天朝门门主杨坚 与诸葛神侯二弟子铁手的巅峰一战 两大高手为何会进行生死相搏 原来就在一个时辰前 县官正要处斩江阳大盗过江龙 却突然冒出了一群黑衣人 这群黑衣人各个武功高强心狠手辣 打得护卫的官差节节败退 领头的赫然是天朝门的左护法 左护法轻松干掉柜子手后 带着过江龙就要离去 谁知半路杀出的铁手 拦住了左护法的去路 随着左护法的一声令下 周围的非裔人攻向了铁手 哪只铁手一拳一个非裔人 瞬间便将这群小卡拉打倒在地 左护法见状只好亲自动手 与铁手展开激战 然而面对霸道的铁手 左护法仅仅不过两招 就落入了绝对的下风 左护法见识不妙逃之夭夭 这次的营救任务宣告失败 铁手上前抓住过江龙 将他拖到了行刑台上 紧接着一拳打断绳索 扎刀掉下人头落地 江阳大盗过江龙最有应得 与此同时 天朝门门主杨坚勃然大怒 他们收了银子没能救出过江龙 在江湖上的信誉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杨坚决定亲自出手 除掉铁手这头拦路 半个时辰后铁手正要返回忠义堂 却突然察觉有强大的杀气 为了找出杀气的源头 铁手加快速度跑了出去 在杨坚没有刻意躲避的情况下 铁手很快找到了杨坚 杨坚抽出了他的大刀 一招一招大开大盒 与铁手交手十几招不分胜负 随后两人射起地上的木桌 通过木桌比拼起了内力 眼见还是僵持不下 杨坚和铁手同时出招 将木桌打得四分五裂 紧接着两人直取对方要害 却又在最后关头停了下来 棒槌 舅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杨坚竟然是铁手的舅舅 两人在十几年前失散 没想到如今再次相见 都成了江湖上的顶尖高手 更令铁手震惊的是 杨坚居然是天朝门的门主 不可能 也不可能是杨坚 杨坚是无恶不作的大魔头 是江湖上人人得而终之的败类 闭嘴 这是谁讲的 我们忠义堂 从来不冤枉好人 也不滥杀无辜 这本恶贯满盈录 记录着那些万恶之徒的 种种罪行 你自己拿去看吧 你是忠义堂的人 如今的铁手是忠义堂的堂主 专门负责对付杨坚这类恶贯满盈的魔头 可杨坚不仅是铁手的舅舅 更是他们一家的大安人 铁手的娘亲留下遗言 如果铁手和杨坚重逢 一定要好好地孝敬杨坚 因此铁手不会对杨坚动手 划分两头 冷血和诸葛清清适逢其会 碰见了两个白日行凶的黑衣人 两个黑衣人极其狠毒 竟将一家老小几十口杀得干干净净 诸葛清清和冷血前去查看情况 找到了一个幸存者 老婆 老婆怎么回事啊 金 金 美 美瓶 金美瓶 金美瓶在哪 老婆 在哪啊 诸葛清清和冷血两人猜测 是方才的飞衣人抢走了金美瓶 于是施展轻功追了上去 却发现飞衣人已经被人灭口 金美瓶自然也是不知所踪 诸葛清清扒开飞衣人的衣服查看 见到了一个拳头模样的伤痕 我认得这伤痕 是二十七年 铁手